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 心里面有一些时候 我感觉好像我能感受到 他的感受一样 我有一段时间是我站在舞台上 我都觉得别人很讨厌我 大家好 我叫沈正波 今年十八岁 那个 我想知道 你这个帽子是怎么回事 这个 就挺好看 然后 就挺好看的 一个黑的比较暗 一个比较亮 其实是由我想传达的意思 六转九十度 六转四十度 千万不要强烈起来 一会儿可能我们需要你把脸上的妆 全部卸掉再给我们看一下 就是 说是我脸上那个 但是其他我没有化妆 没关系 我们就看一眼 因为这就是我生活常态 好的 没问题 我们尊重你的 六岁左右了 一个小孩说我是怪物 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所以我自己把我分为两个人格吧 一个是比较单纯 小少年 还有一个比较黑暗的怪物 这个怪物在你心里面有多久了 一直在吧 之前性格比较自卑 然后后来接触音乐之后 就让我逐渐有了自信 就每次当玩起音乐的时候 慢慢的就觉得越来越很美好 那个音乐至少能安慰我心中的 快黑暗的怪物 快黑暗的怪物 可以叫我寻思 你可以叫我寻思 也可以叫我 就是跟你自己有关系吗 有 其实不知道在场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从小脸上就有块胎记 然后 我觉得很可爱啊 但是其实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其实有很大影响 就可能小时候有些阴影吧 表演的时候啊 我一度很想哭 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想哭 就是我其实很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 心里面有一些时候 我感觉好像我能感受到 他的感受一样 就是也会有一些 不能对世界说的 觉得很孤单的时候 觉得没有人明白自己的时候 觉得我必须要坚强 有时候自我是为什么 自我不是因为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 自我是因为我觉得 我融入不了这个世界 所以 我不想理他们 所以我做我自己 有时候这种自我 不是因为自大 是因为很不舒服 所以其实我刚刚看他的表演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其实很投入 我很喜欢你的表演 谢谢老师 我有一段时间是经常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 我站在舞台上 我都觉得别人很讨厌我 不想见到我 所有的人对我好像很有偏见 我觉得把我自己最自信的东西拿到舞台上面 大家都不想看不想听 是一种被拒绝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现在熬过来 我回头看呢 我很感谢那一段经历 我在我的歌里面也写过很多次 我去鼓励所有听我的歌的人 不要活在别人的言语 眼光底下 我就很希望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 希望我可以陪伴他们 好 好